9月28日,时值孔子荡成2570年纪念日,福州文庙上演了一场祭孔式殿礼,来自福州各界热爱传统文化的来宾,以传统的式殿礼仪式向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孔子致敬。 式殿礼原指敬拜老师之礼,是古代学校必备礼仪,后来逐渐变为庄职祭拜孔子的仪式。 记者看到,活动现场祭祀观按历史记载行传统三县礼,分出县、压县、中县,祭祀观依次向孔子先师致敬。 同时,由分县观分别像炎子、曾子、子私子、孟子行三次分县礼,以县香、县薄、县爵等移成薄力敬献,恭送注文。 拜,西,拜,西,平生。 当天的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摩,专严古谱的仪式透出了积淀千年的文明之美。 子曰,君子十无求宝,居无求安。 敏于事而胜于言,就有道而正言,可谓套学也已。 整个教育其实在大德行、大语文的这种环境下,我希望让现代的这个小朋友,特别是自己的子女,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中国的这个国学,我们这个鲁家文化这一块,从小让他更多地接触,让他喜欢上,未来可以更深地去学习和践行。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在福州一所培训机构任教的张英,此次他作为一名陪祭官出现在了祭祀队伍中。 张英告诉记者,虽然已多次参加祭孔大典,但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。 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,能够去感受就是文化的这种力量,带给我们中国民族这种思想的这种影响。 我自己本身,我也同样的也深深地觉得,受到这些比较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,对自己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跟意义。 记者注意到,当天的祭祀中,祭祀馆都是由福州市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者代表担任,而青年学子代表则担任岳礼生。 他们共同完成祭祀礼仪,以展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清洁。 弘扬我们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,更多的市民,特别是年轻人、小孩子们,能接受到传统文化,做一个真正正正的华夏子宣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